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东西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紧跟着上一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王伟老将行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那么这首诗的第一部分是叙述他年轻的时候在战场上的经历 最后的结论是,虽然这个人很有能力,很英勇善战 但很不幸,没有因为功劳而获得一官班职,也没有被奖励过 后来怎么样呢,到了年纪大了之后,自然就被军队给除名给放弃了 那么我们来看,在前十句里面,他用的是一这个运 用的十啊,这个旗啊,儿啊,诗啊,离啊,旗啊,一共是六个运 那么到了第二个十句的时候,因为要表现人的倒霉 那么这首诗作者在生情上特地选择了一个自生运 从第十一句,自从气质变衰朽 我们来看这个运 朽,手,肘,柳,柳,柳,酒 对吧,连续六个自生运,来表现这个老兵 后来生活的坎坷和贫穷 我们来看,自从气质变衰朽 所谓的气质,就是指的君主或者是官方啊 对一个人不再重用,甚至干脆解约 把他解雇这样的情况,叫气质 或者是贬官啊,或者就是除名了,就这样的 那么衰朽呢,就指的是老朽无能 意思是,这个老兵自从被军队里开除了之后 他就已经变得老迈无能了 自从气质变衰朽 世事蹉跎成白手 蹉跎我们要知道就是虚度时光,虚度岁月 然后世事蹉跎意思就是啊 就等于就白白的浪费自己的时间 最后头发就白了 然后怎么样去进行对比呢 我们来看,西石飞剑无权木 今日垂扬生左肘 西石和今日是不是一个古今对比啊 对,把今天和过去的情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那么过去是什么样 叫飞剑无权木 咱们可以看助解啊 这个助解的详细故事我们后面再读 总之意思是什么 就是想射一只飞翔中的小鸟的眼睛 我都能射得着 让他瞎一只眼 就形容什么 形容一个人射箭的技巧 非常的高超 所以当年是一个射箭百发百中的人 今日怎么样呢 今日垂扬生左肘 继续看我们的助解啊 同样也是个典故 来自庄子 那么这个本来这个庄子中间用这个典故 叫柳生左肘 说这个肘上生出一棵柳树 肯定不行 这个柳啊 有人认为助解的时候说是柳的通甲字 意思就是在左肘上生了一个柳子 那左肘上生了一个柳子 那这胳膊还能不能好好的用了 肯定不行了 意思就是这个胳膊就比较废了 比较残废了 意思是什么呀 又形容这个老将 到了今天啊 已经没有办法再做出用剑来射一只鸟的眼睛 这么高难度的事情了 今天胳膊肘上已经生出了肉瘤了 意思是已经废了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金锡对比 也非常具体的让咱们看出来了 这个老将军确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无用的老朽的废人 然后后面叫路旁石脉 顾侯瓜 门前学众 先生流 接着用典故 这个顾侯瓜指的是汉代时候的昭平 这个昭平曾经是秦代的东陵侯 后来到了汉代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平民百姓 因为是前朝的侯爷 所以叫顾侯 他进了汉代变成平民之后 就在长安城的东门外 自己种瓜 就形容他已经过上了一个平民百姓的生活 那老将在这用这个典故 当然也是说自己啊 自从从这个军队里面退伍了之后 退役了之后 也就学着一个平民百姓一样的 开始种瓜了 就好像当年的昭平一样 是吧 然后门前学众 先生流 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一点 是陶渊明 陶渊明门前有五棵柳树 所以字号五柳先生 那陶渊明是个什么人 是一个隐士 对吧 辞官不干了 所以这两句 用了两个古代辞官归隐的 古人的这个典故 就也写出自己 从军队退伍之后 想要过上这种隐居的 不当官的这样的生活 那么这种生活 过得怎么样呢 当然其实也不是很开心 咱们来看这两句诗的渲染 叫苍茫古墓连穷巷 辽落寒山 对须有 诶 我在一个穷乡辟羊隐居下来了 过的是什么样子呀 就住在一条非常破烂冷屁的一条小巷里 然后呢 这个小巷里没有什么活人 非常的冷清 只有苍茫连天的这个老树陪伴着我 你看是不是就渲染出了一种孤独寂寞冷的氛围呀 不光如此 我每天坐在家里头 关着门 就出门 打开窗户 这个虚有 这个有是窗户的意思 虚有呢 就是敞开的窗户 敞开窗户 只能看见远处寂寞缭络的寒山 所以你看这幅景象住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 推开窗户 看见远方的寒山 这样的一种景色 是一个非常寂寞的落魄的生活 但是虽然在这种落魄寂寞的生活之中 这个人内心依然还是有一些不灭的渴望的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两句 依然给我们体现出了一种非常昂扬的气势 叫士林书勒出飞拳 不似影川空十九 接着用两个古人典故 这个书勒出飞拳 咱们的注解是有问题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书勒出飞拳的故事啊 说的是汉代 在东汉时期 有一个将军在西域驻守 后来被匈奴偷袭 围困在书勒城中 然后呢 这个匈奴断绝了他们的饮用水 于是这个城里的士兵 就眼看要渴死了 然后这个将军啊 咱们注解里写的这个字啊 上面一个和 下面一个横一撇一竖 这个字念眼 实际上啊 这个故事出自耿眼传 没错 但写的并不是耿眼本人 而是耿眼的弟弟 叫耿广的儿子 耿公 公敬的公 所以这个事情并不是耿眼啊 不能说因为出自他的传记 这事儿就一定是他的 因为这个古代的历史书的传记啊 经常连这个人的弟弟啊 儿子呀 孙子呀 侄子呀 这些事儿 顺便包园都记录了啊 他们一家子都记在这一个传记里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记好了 他是东汉的一个以忠诚著名的大臣 叫耿公啊 是耿眼的侄子 这个耿公当时被围困在书勒城中 叫拜帝德甘泉 就是当时啊 围困的没有水喝 挖这个井呢 挖了15丈深 也就是45米深的一口井 愣没挖出一滴水 可见这地方地下水也枯竭了 是吧 但是呢 这个耿公并没有绝望 就跪在这个井口啊 就祷告上天 说当年西汉时期 二师将军李广丽 也是被围困 当时围困的山穷水晋 用刀戳山 刺进山中 结果这个山缝里就喷出了这个泉水 那如今我东汉的耿公 也是忠臣一事 我们东汉这个朝代正是兴盛的时候 难道老天要灭亡我们军队 对吗 就这个对天祷告之后 结果这个井里面立刻开始往外冒水啊 窜出了一股泉水 所以呢 这个耿公啊就得救了 当时匈奴人本来觉得围困他们几天 这波人可能也就投降了 就耿公呢 打了这口井的水啊 是源源不绝 后来就让士兵上城泼水 就让匈奴人看看啊 咱们城里有的是水 我随便浪费 往城下就泼 然后匈奴一看就放弃了 就立刻撤兵退走了 所以这个故事 是令苏勒出甘权 苏勒飞权这个故事 表现的是一个将军忠于自己的国家 即使在困境也不投降 也要保卫国土的这种决心 所以他用耿公的这个例子 就在表现自己一颗非常喷勃的爱国之心 是这样的故事 接下来一个故事 不似尹川空石酒呢 他用的是这个冠夫的典故 这个看第十六个注解 这个汉朝有个将军叫冠夫 他是尹川人 有一次在宰相田坟的这个宴席上 当时喝醉了酒 宰相田坟是个什么人 仗着自己是这个皇上家的这个亲戚 然后呢就权倾朝野残害忠良啊 这样的一个人 冠夫本来就生气啊就看不起他 结果这次在田坟的宴席之上啊 然后就借着酒劲大骂田坟 后来就被杀掉了啊 所以这个冠夫骂人 虽然是一个刚直的忠诚的大臣 但是因为意气用事 结果就被奸臣所害 所以这个老人啊 在这个被军队除名之后 依然抱有一颗爱国之心 而且觉得自己不会像冠夫那么冲动啊 不会说就这个光有一次嘴上便宜 然后就被杀掉了 我一定要实打实的为国家做点事 这是中间一部分啊 用几个字声韵写出这种在逆境中依然爱国的精神 接着后面哎 报国的机会就来了 最后这十句用的又是一个平生郡啊 云文君文君熏啊 六个平生韵 那么贺兰山下阵如云 贺兰山唐代的前线啊 说阵如云意思就是这个军队的阵势 已经像云彩一样的啊 列起来了啊 说如云就形容它多呀 所以意思就是敌兵已经来了 云喜交持日系文 云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鸡毛线啊 在文书上粘贴了羽毛表示非常紧急 那么一般指的是战争的文书 交持就是来回来去的奔驰啊 有从前线往中央给的 有从中央往前线给的叫交持 日系文就是从早到晚都能听到最新的战报 那么这个时候 结始三河慕年上 结始就是天子的始臣 也就是钦差大臣 到三河这个地方来征召军队 三河下面有注解啊 在今天黄河中段 就是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的这一片地区称之为三河 到这来征召这些啊 这个年轻的男孩子干嘛呀 上战场的 诏书武道出将军 皇上也下了指令 要兵分五路去援救边疆 叫武道出将军 然后这个时候 这位老将暗耐不住报国的渴望 开始激动了 叫士服铁衣如雪色 来擦自己当年的铠甲 擦出了雪白雪白的颜色 然后辽池宝剑洞星文 这个宝剑洞星文 就是说吴子叙的宝剑 尚有宝石 铸成七星 北斗七星 所以这个宝剑配七星啊 一般就指的是这个非常著名的 非常锋利的宝剑 意思是开始玩自己的军队里的铠甲了 开始来这个重新拿起自己的兵器了 干嘛要上阵报国 叫愿得燕弓射大将 那有注解 因为东北方向 就今天的北京市的周围 做的弓非常的好 是能够射非常远的距离 非常结实的弓箭 所以想拿这样的一瓶好弓箭 来射死敌人的大将军 齿令越甲名无军 后面也有注解啊 意思就是敌人的军队 惊吓到了我们的国军 这是不行的 这是值得羞耻的事情 所以一旦有敌人来犯 我就一定要到前线去杀敌报国 保家卫国 所以后面叫 莫嫌旧日云中守 犹堪一战立功星 你不要嫌我是一个被放弃的 被免官的大臣 我依然可以在战场上 建立我自己的功勋 这个旧日云中守 就是当年冯唐被派去官复原职的 那个太守叫卫尚 当时是西汉人 卫尚当年因为什么被免官 是一个非常冤枉的事 当时古代有一个制度 叫杀了敌人之后 你要报数 你要说你杀了多少人 要给证据 后来卫尚报上去的杀敌人数 比实际上交上去的证据人数 少了少了几个人 少了六个人头 比如说我报我杀了一百人 实际杀了九十四 少割了六个人头 结果就被判为谎报军情 就地免职回家了 后来冯唐为魏尚变白冤屈 汉文帝就派冯唐带着诏书 去让他官复原职 所以魏尚既指的是 已经傅贤在家的老将 又指的是可以官复原职的人 在这儿这个典故两层意思 说我即使是一个 已经被你免官在家的老人家 我依然可以在战场上 建立我自己的功勋 所以别看中间这一段 这首诗写的多悲惨 到了结尾 依然是一个昂扬向上的气感 那么从广义上来讲 我们都说王维是一个山水田园派的诗人 但这首老将行一定算广义上的边赛诗 因为他也和边疆战争有关 只不过他从一个人物本身的个人经历来入手 那么边赛诗这里面既有这个老将怀才不遇 壮志难愁的心 同样也有他建功立业 杀敌报国的渴望 所以非常刚健有力的展现出了圣唐时期 边赛诗歌的那种气感 尤其是年轻时的英勇杀敌 和后来的落魄潦倒之间的对比 这种鲜明的落差 也能让人有一种扼腕叹息的同情的感受 那么这首诗歌呢 咱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时间关系 本期节目先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